走路保健康 步行无污染 参与健走活动是当今很多民众选择的休闲方式 为了让民众乐在步行 就有地方卫生促进会 举办吸引大朋友小朋友 全家共同参与的趣味活动 数把为民众热情参与 证明有创意的推广 可以提升民众参与健走运动的意愿 走路流汗用的是身上的能量 不过步行难以取代的交通时效 现在这种电力发动的电动车 可是正夯的时候 因为电动机车它是无污染 而且无噪音 对整个环境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很鼓励大家使用电动机车 油钱的话会比较 感觉比较贵 充电的话比较没感觉 就唱上去就可以了 骑身起来呢 骑身起来 这个比较小声 骑上这种电动车 只要几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上路 首先车辆必须先充好电力 打开钥匙后 不需要吹油门 只要轻轻的在握把上 控制动力的大小 电动车就能无声无烟的上路了 目前我们那个电动车 你如果是淘汰二行程机车 就换购电动机车 就有补助三千块 那我们县政府现在也规划说 如果使用电动机车 因为我们是现在很鼓励使用电动机车 我们将来会有额外的补助五千块 现在各地县市政府为了减少用油机车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纷纷推出了奖励方案 未来台湾也会有更多充电站 免费供电动车驾驶运用 要减少碳足迹 从行动开始